埃菲尔铁塔的灯光散发着金黄色的柔和光芒 铁塔中安装的两万支灯泡 每隔一个小时就会不停闪烁 光彩夺目 不过很快铁塔上的灯光就将被提前关闭 从此前的凌晨一点关灯 提前到晚上11点45分 这是巴黎周二宣布的一系列节能措施之一 为了应对能源危机 巴黎还将从9月23日起 在晚上10点关闭公共建筑物上的灯光 公共建筑物的室内暖气温度将调低1度至18摄氏度 公共游泳池的水温将从26度降至25度 随着俄罗斯大幅削减甚至中断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欧洲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危机的途径 纷纷祭出节能措施 法国总统马克宏已于上周公布了节能目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郑宇综合报道